進入以後進行 下一道讓我們歡迎鄭伯夫 哈囉 心美姐好 評審老師好 大家好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請說 我今天唱這首歌是 要送給媽媽 對 因為我爸媽的時候 爸媽在我四歲的時候 他們就離婚了 然後小的時候 我最期待的就是駕馭 因為只有假日的時候呢 我媽媽才會來接我 然後去跟他一起住 跟他一起生活 那一到了要 平常要上課的時候 我又必須回到 就是跟爸爸住 然後後來到比較大一點的時候呢 我常常就是跟朋友出去 出去的時候 有時候我朋友媽媽會打電話來說 你在哪裡啊 什麼 不早點回家 然後我都會覺得很羨慕 可是常常會聽朋友 用很不耐煩的口氣去回答 然後我就是會跟我朋友說 我說 你為什麼那麼不耐煩 我說 你有一個媽媽會打電話給你 你應該很知足 我說 我一直都很想要一個媽媽打電話 給我 叫我早點回家 然後問我吃飯了沒 可是我就覺得 其實有媽媽在撈叨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為 我到現在已經 結果跟我朋友說 我現在已經 連我媽媽長什麼樣子 我都已經沒有印象了 然後 然後 自從我參加歌唱比賽開始 就是之前的歌唱比賽 然後 媽媽有在電視上看到我 然後 她有到我的部落格去留言 然後 還留她 甚至留她的電話給我 然後我寄在手機裡面 可是我一直不敢打 我也不敢傳訊息 雖然說我很想跟她 說話 但是我一直想不到 開場白該是什麼 那 我希望今天能夠唱這首歌給媽媽聽 因為我聽我爸爸說 就是我媽媽也是很會唱歌 那我覺得 感謝她把我生下來 然後給我這麼好的聲音 那我希望唱 魯冰花送給她 然後告訴我媽媽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念她 對 謝謝 好 為媽媽帶來這首 魯冰花 魯冰花 給伯父鼓勵鼓勵 魯冰花 滿夜的星星會唱歌 像家的夜晚 它就這樣和我一唱一合 我知道 午後的清風會唱歌 童年的禪聲 它總是跟蹦一唱一合 當手中握住繁華 星星卻變得荒蕪 才發現世上一切都會變化 當青春剩下日記 不死就要變成白寶 不遍地只有那首歌 在心中來回的唱 天上的星星不說話 地上的娃娃像媽媽 天上的眼睛扎呀扎 媽媽的心呀 露冰花 夜夜想起媽媽的花 外奸 母在어� Content 啊 呀 呀 啊 呀 夜夜響起媽媽的光 閃閃的淚光路非常玩 啊 呀 呀 呀 夜夜響起媽媽的光 閃閃的淚光 露冰花 謝謝 好的 這首歌大家有印象嗎 你們的年紀 有哦 好 加上他的故事 有沒有感動到你們呢 二十位陪選團 請給燈 謝謝 哇 很硬哦 這個看到了有兩位同學沒有給燈的原因是 前面的時候聽到露冰花 大家都有一段回憶 都覺得應該要很感動 但是好像少了一點點那個期待的感覺 謝謝 現場二十個陪選團 給我們伯夫的燈是十八個燈 很高耶 會不會過關啊 我們來看看今天 伯夫的總分是 四十 六十 八十過關 好位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七分 四十 不錯哦 我們要請薛忠銘老師為我們講評 其實永遠親情都是最好的一種良藥 但通常它也都是一個很好的武器 通常把親情拿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深深的感動 那麼其實我覺得 就像那些觀眾講 你前面在引述這件事情 大家會很容易投入這種情感面 給予你一些 在精神上面的一種同情 不過在唱歌的部分其實 我有一點點想要建議 因為這個歌其實 是一種滿感動的歌 可是如果我不免清楚的要講 你其實在中間很大的段其實是有蠟拍的 尤其是在當手中握住繁華這一段 其實你的拍子就開始有點亂了 你在後面這一段其實是有點呐喊 我把它稱為是一種很掙扎的一種感動 但實際上那種呐喊我覺得還不夠徹底 如果你是表達對親情的一種 一種堅持或一種親情的一種 難以掌握的話 你應該把那種情感釋放出來 那這一面我覺得你稍微有點 稍微失掉一點落差了 但是你前面的引述算是不錯的 謝謝老師 謝謝 恭喜波夫 波瓜 神秘人物現身讓高雷亞現場崩潰大哭 我一直是很任性 我從小的時候就是 家裡環境其實沒有很好 我從小到大的任性 其實造成了就是到現在 他們其實負載了好幾百萬 今天呢來現場呢